諸位法師 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阿彌陀佛 上一節課我們學習到經文 修諸功德奉行六波羅蜜 在講祭106頁 奉行六波羅蜜 這是對於修諸功德具體的說明 師長這裡講到了 這個奉行六波羅蜜是修行人一生日常生活行為之總綱領 我們與一切眾生接觸應該怎麼做 佛教我們六大綱領 綱舉目章 所謂六度萬恨 掌握這六個綱領 一切行為就不會偏離菩薩行人 我們要遵守要照做 佛羅蜜無量無邊行門歸納起來 就是這六大類 當然每一類的細形 就是每一度 若是在生活當中 無量無邊 我們看第一是布施 布施就是真正的放下 也就是捨 要捨要放下 師父這個色問了 佛為什麼教我們要捨啊 目的在哪 我們了解為什麼了 那就比較心甘情願做了 沒有了解為什麼 可能內心還會覺得 我一定要這樣嗎 假如我們的性格裡面 還比較 有一種 逆反 我偏不要這麼做 比方說父母要我們這麼做 我們偏不這麼做 當然父母要我們做 事實上老人家也是有教導了 孝順孝順 這個孫還是要順著性德 父母要我們做的 父母知道我們做的 跟性德相應 那當然要聽話去做 跟性德不相應的 我們要順勢而為 提醒父母 所以這個孫順也是要有智慧的 好 那我們了解為什麼了 我們就會比較願意去依教奉行 你要是不肯捨不肯放下 就是貪 貪是一切煩惱的根源 師長這句話 我們承不承認呢 那這個就要個人去體悟 去觀察 你體會的越深 你越願意放下貪 為什麼 不自討苦吃呢 它是一切煩惱的根源 諸苦皆從貪欲其 不知貪欲其何 因望自信彌陀佛 我們把自信給丟了 被貪給控制住了 一起這個貪念 沒有把它止住 讓這個貪繼續作用的話 意念分辭總是抹 你起這個貪 我一定要把這個人事物掌握在手上 那種種妄念伎倆打算就相需不斷了 所以佛說 無量無邊煩惱 歸納為一百零八類 百八煩惱 我們的念珠 口灰1百零八百零八く ич長 reen 내�君 中心 Jubन 造音 四大天網 都是教學的藝術 连佛诸都有表法 念佛就是要断百八烦恼 对治百八烦恼 是这个意思 夏老说的妄想千般皆不管 一生佛号要分明 你不随着这个烦恼 你随它去 你只要专注念佛就对了 一百零八类讲起来很麻烦 所以在白法里 白法明闷论 这个天清菩萨再归纳成二十六类 六个根本烦恼 二十个随烦恼 二十六个还麻烦 一般讲经只讲六个根本烦恼 因为随烦恼是随着这根本烦恼出来的 所以最主要是这六个根本烦恼 贪嗔痴吃慢疑恼见 这个六条还可以归纳变成三个 贪嗔痴 称之为三毒 三个还可以归纳成一个 就是贪 佛门很擅长归纳 所以无量无边的烦恼 确实确实从贪生出来的 佛知道这是一切烦恼的根源 所以菩萨行门第一是布施 所有的烦恼归纳成一个就是贪 所以佛门万恨以布施为先 功夫要先下在这里 就像对我们求生净土的人来讲 祖师有提醒我们 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临终被此爱所牵 我们对世间的人事物还有贪爱 临终被这个贪爱 不管是人事物就把我们继续留在轮回当中了 所以首先要对之贪 大家看 一个人为什么会发脾气 不顺他的意 人家不顺我们的意 我们就不高兴了 就是我们贪别人要顺我们的意 鼓逆我们的意识 我们就不高兴了 所以往往是贪不到了 情绪就上来了 所以你没有贪就不容易一起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都有要求在里面 我对你挺好 你应该对我好一点的 有一种要求贪求 求不到了 撑就会起来 那一个人贪心一起就糊涂了 就不理智了 不冷静了 这个要自己去观察 一个人一贪看什么事情 看不清楚 这个就愚痴了 人心地清净才有智慧 一贪就被这个贪欲盖住智慧了 欲令自迷 利令自昏了 所以一般来讲 男女情欲起来了 看什么事看不清楚了 但是这个情欲很重了 父母长辈劝不动 那怎么办 看着办了 有时候在劫难逃 你们有一定的戒定功夫 那个业缘现前 这个不容易 做得了主 这业缘 那不单是男女 这个有业缘 五轮关系里面都有业缘 都在里面 你跟一个朋友交往 他很会讲话 讲话很甜 听得很舒服 你看他就看不清楚了 你喜欢一个人就很难客观看他 你讨厌一个人 你看不到人家的优点 看人就不客观了 看人重要啊 你看错一个朋友 很可能他利用你 最后你还得郎当入狱 遇到这个情况 心里很难平复 所以要看准人 那得把瘫放下 不然要把人看清楚 真的不简单 不顺着那种 因为 对方讲的话 哇 那自己就很舒服啊 很欢喜啊 好面子的人 人家一赞叹他呢 这都高兴得不得了了 所以要比较冷静啊 就看人 看他对父母怎么样 看他对一般的人怎么样 尤其对比较没有地位 对的人 穷困的人 他的态度怎么样 这个要看人 看这样比较看得住 我们人生里面呢 太多最关键的因缘 都跟看人有关 诸位忍者啊 你们有没有学过 看人的课啊 有没有专门啊 花个十二个小时来学一学 大家可以去翻译一下 群书制药360 知人 知人善任嘛 你不要觉得 要办政治的人才要知人 每一个人都要懂得知人 每一个人都要懂得知人 你看 择有要知人 择失要知人 现在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和杀 那不知人 那不知人 我们把自己法身毁命给葬送掉了 那还得了啊 我们要分辨善之事啊 这个都是知人哦 包含静怡部 你要择偶 这是人生大事啊 选择行业 选择跟随的人 良情折目而期 良臣折主而逝啊 那个都是知人 包含你以后选择合作的伙伴 甚至你以后做领导人呢 用人 你看历史当中啊 有用错一个人啊 整个国家就危在旦夕了 唐玄宗用李灵符 包含这个乾隆用和参 你看历史当中第一大贪官啊 你看你一个人用错了 整个团体甚至国家的风气就偏了 那乾隆为什么用和参呢 当然看电视剧不一定准啊 那个不一定按照历史眼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啊 这个和参对于乾隆喜欢什么 他应该是掌握得非常准确的是吧 假如乾隆没有喜欢什么 那和参就起不了作用了 不要看贪你看人就不准了 这个有一次啊 刚好在饭桌上有同修啊 讲了一句话说 老婆上啊最喜欢吃小米粥 老婆上马上看着他说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吃小米粥了 当然从师父的角度啊 这个也是给我们示范 修行人呢 不去偏爱哪个东西 随缘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弟子们啊 不要常常在那里传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是老人的意思 然后一传呢 搞得大家都忙什么去了 不是忙着念佛了 凌动千江水啊 不动道人心啊 好 我们看 师长讲到了 布施就是对治贪烦恼的 这一点药啊 是针对贪欲的 你就晓得布施的重要 布施不是别人占我便宜 是把自己的贪烦恼断掉 一定要认真去做 不只不是别人占我们便宜啊 是别人给我们机会啊 福慧增长 福慧增长 我们布施 我们说福田新根啊 这个新田里有恩田 那我们这个供养 布施供养父母啊 这是恩田的 看别人很需要帮忙 看别人很需要帮忙 这个叫悲田 慈悲 怜悯 怜悯对方 那我们修了福啊 而且人贪欲越淡 所谓烦恼清智慧就长 所以你看给我们福慧增长的一个好处啊 一个因缘呢 好 好 好 世上不做完没有关系 心上断了 心上断了 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讲啊 是不是真的能断得掉 是不是真的能断得掉 不能自欺其人啊 这个理事要结合啊 而且一个人真正的心上断了贪啊 那他没有自私自利了 那他真正有机会 他会遇到有困难的人呢 那他很自然他就会去帮忙啊 而且我们一般不可能说 好今天听了 贪 是烦恼的根源 我从此刻开始不贪了 我们做不做得到啊 哇 哇 那是属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根性啊 我们也是 透过这个 教会了 开始在四项当中嘛 不是了 都会感觉什么 时而勉强 一开始 有点 这个 舍不得 慢慢做慢慢做 就越来越舍得了 忠则泰然 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啊 自己要去感受 施比受啊 更有福了 看到别人 得到这个帮忙啊 他很感激啊 解决了他的问题啊 我们看的也是很欢喜 也感受自己布施出去呢 这个贪恋越来越少 对自己身心的受用 很多东西都舍不得布施出去啊 你都得守着他们呢 敏锐的人呢 就会感觉 累 有一句话叫守财奴 你守着钱财 敏锐的人 会觉得 有点累 我们最近常说观自在啊 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 观自己自不自在 你有放不下的人事物 你看这个物就是这些财啊 财物啊 对心理是一种负担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朋友 他很喜欢古董啊 或者他很喜欢 这些艺术品啊 茶具啊什么 你看他们家摆了好多 是吧 你看他的心思啊 要花在这个上面多不多啊 你敏锐的人就觉得累了 所以 常常能反观呢 所以说观自己自性在不在啊 你越观越敏锐啊 不给自己添麻烦 所以为什么出家人 佛定的是三一一波 哇 你看那三一一波 搬家好不好搬啊 太容易了啊 你看现在的人一搬家 半条命啊 搬完还得休息好一段时间了 所以说加累加累啊 这个累赘啊 这个对我们修行来讲 要敏锐度去关照了 我们刚刚说这个贪呢 是烦恼的根源 这个贪色啊 怎么用布施啊 来对质呢 这个圣人说的 因此男女啊 人之大欲存焉啊 那欲它延伸的是我的欲望啊 我控制不住了 所以能把我舍掉啊 能把我先慢慢放淡 这个贪欲啊 就能够减低下来了 这我的欲望啊 我控制不住了 你假如把我放了 你看四十二章经 谈到了 你见到 比你连长的女子 你当母亲看 你爱尽的心起来了 你那个我的贪欲就下去了 同年龄的 你当姐妹看 比你小的 当自己的女儿看 这个 这个 对于修行人来讲 尤其难重啊 这个对质贪色啊 这个是大课题的 天下无难事啊 只怕有心人 人有自心求道 精进不止 会当刻骨 但是这个呢 我们的讲究方法 成德在 诸子之家格言当中 有一个经句啊 是见色而起淫心者 抱在妻女 那有影了感应篇 会编 会编里面 谈这个见他色美 起心失之啊 这个 这个 注解啊 从很多角度 也有很多方法 大家可以就 这一集啊 好 刚好有一集的时间 好像是一个半小时 就谈 怎么是对质 摊色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太上感应篇说 见他色美 这个见识就是个关键 因为万法因缘生 这个我们的阿赖一世里面 有烦恼 有善的种子 也有恶的种子 善心所有十一 恶心所有二十六 这边刚刚讲到的 天清菩萨归纳 二十六个烦恼 但是呢 不管是善还是恶啊 他欲缘会起现形 假如我们都是去 清净善之士 每天不离佛菩萨教诲 老婆上说的 他在这个时代能够 不被染污 能有成就 天天清净佛菩萨 天天读经 天天讲经 善根就不断增长了 但是我们要观察 老婆上 他能天天 读经 听经 他的关键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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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忍众生苦 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啊 是不是布施啊 他每天想着要给众生最好的法布施 法供养啊 这个就是把自己啊 供养给佛菩萨啦 这个布施再提升就变供养了 所以离不开 所以离不开 人能不断行善 他就是有利重的心 把自己布施出来了 那这个偶益大师讲六度啊 真能念佛啊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极大不失了 你看一句佛号里面 圆满具足六度哦 你看我们 我精静念佛 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 温室效应那么严重啊 我以自成念佛的心啊 回向世界 免灾免难 你看他身心世界放下了 一切精静念佛的功德回向给 苦难众生 回向这个地球 请问呢 这样去用功啊 这个贪射还会起来吗 就不容易起来了 往往往是什么 我们顺着自己的欲望 又去看一些 会让我们欲望增长的东西 所以这个见识很关键的 你不要去接触啊 所以孔子教导颜辉 颜辉问什么 颜辉问人呢 怎么去行仁呢 行仁就是不思的 仁者爱仁嘛 就爱护别人了 我们看 孔子怎么教啊 克己赴礼为人 爱人 孔子教他从哪边用功 克己啊 我们想想有道理啊 一个人都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 他怎么爱人 要自爱才能爱人 能克制自己的欲望 我们才能把自己贡献出来给众生呢 贡献出来服务他人呢 所以说到这里 我们为什么欲望那么多啊 就是太闲了 假如你每天都想着要去利益他人呢 你会觉得事情干不完啊 把自己布施出来 这些五欲的念头就少了 太闲了 你看以前的人都不能游所好闲 太闲了 这个劳则师啊 每天心情的劳作啊 我们这个贪欲啊 比较重 上一辈 上一辈 像我父亲那一辈的人啊 你看他们从小 读书用功 然后还下地干活 替父母分担 老则师啊 劳则师啊 师则善心生 特别能射身处地人家的兴老 放逆 放逆的人 逆则盈呢 放逆的人 常常容易陷到一些玩乐里面去 有责任感的人呢 他的时间都用在尽本分责任上 所以不能太显 诸位忍者啊 我们入佛门 要发四弘四愿 众生无边 四愿都不能发空愿 应光祖师讲叫敦伦敬奋 老和尚再补一句 四大道 修道要从敦伦敬奋做起 我个人感觉啊 你光要敦伦敬奋啊 你的时间就不够用了 现在要帮 帮一个亲戚朋友啊 都是工程的 大工程的 为什么 你真帮过了 你就知道 不简单了 首先呢 你要帮他 他有业力啊 他的家庭有业力啊 整个大环境有业力啊 我们要帮他 我们也有业力啊 哇 你看这要多少用心在其中啊 而且你帮一个人 不是帮一天 事就结束了 你要帮助他真正转恶为善 真正把观念转过来啊 那你都要练因无所住的 而神起行才想 你假如还想说 我都跟他讲几次了 他怎么还不听啊 你就火烧功德了 你跟他讲了几次都不能放心上 你一放心上 你的耐心啊 你的耐心啊 可能就不够了 你是金刚经在哪里练呢 波罗在哪里练呢 在境界当中练呢 即向离向 在跟这个亲戚朋友的缘当中啊 做了 都放在心上 叫做而无作啊 无作就是没有放心上 有放在心上啊 你就会有期待 落空的痛苦 你就会有期待落空的痛苦 好 所以 我们这些欲望啊 之所以强啊 多啊 还是我们呢 没有把心念啊 放在自己的本分责任上 没有放在力重上 所以自己都布施出来了 自己的我慢慢淡啊 所以我的欲望啊 也会跟着慢慢淡 当然我们探讨这些部分呢 大家切记哦 要终树之道 要终树之道 言以律起 宽以待人 我印象很深啊 这个黄念祖老居士 讲课的时候说到了 所以有一个男众 对黄老说了 好 我从今开始断育了 来 接着黄老问他 接着黄老问他 你太太同不同意啊 这黄老就提醒了 我们毕竟已经成家了 好 佛法在世间呢 不坏世间法 世间这些 人情势理啊 我们也要敏锐的 所以要锁住啊 你明白一个道理呢 是严格要求自己 不是去严格要求别人 这样就没有树道了 佛法 是让我们放下贪 放下习气 放下强势 不是呢 这个贪呢 这个习气强势 换对象哦 你学了佛以后 更强势了 这一点要慎重啊 学佛之后要柔和啊 柔软啊 不能进了佛门 这个强势更增长 我观察下来 我观察下来 学了佛以后 更强势的超过一半 我已经很保守了 我们真的 我们真的不 观心为要啊 观自己的心念要细致啊 深入啊 不能太初心了 好 好 好 当我们真正柔软的时候玩 好 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能感受到的 好 而且啊 也会 所谓 摄身处地 柔软的人 会摄身处地 不会强迫别人 不会强迫别人 好 懂啊 是吧 所以我们应该 很不落痕跡的 不能做得太刻意 不落痕跡的 善巧的 提升另一半的精神生活 当然你不是硬拽他啊 越拽越势得其反啊 你要做得让他欢喜 让他呢 愿意啊 笑伐你 他精神层面一提升 物质欲望自然就淡了 好 当然首先呢 大家学佛要学得欢欢喜喜的 每天不能一张愁眉苦脸 我看 另一半不阻止你啊 就是他的善根 不要说带动他啦 好 你真的有心要利益 亲戚朋友啊 必得佛菩萨加持 因为佛菩萨都是同体大悲 你所有的亲戚朋友 都是佛菩萨的心当宝贝 你有心要利益 他们呢 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力就到了 好 那承得自己啊 有烦恼的时候啊 我就打个电话 跟人家聊聊佛法 我心情就不一样了 所以真的是别人在帮我啊 所以真的是别人在帮我啊 我们这个一跟人家交谈了 这佛法就提起来了 烦恼是假的 他不是真的 所以你一转移 你不要一有烦恼就陷在那个烦恼里面 你一转移 去接触啊 会让你提起正念的静缘 那烦恼就不见了 你体会越多 你就真的感觉 烦恼是假的 他不能控制我们 正念现前呢 邪念就污染不上了 好 当然你 你找人家打电话 要找对象 会聊佛法的 你不要去聊八卦的 这个要良师益友 善友为依啊 或者你选这个玄庄大师传 还是老和尚 红法六十周年纪录片 你一看就振奋 精神的 这样的 光点应该是不少了 这样的视频应该是不少了 好 所以世上真正要舍真正要放下 目的在恢复自性清静 好 一切行门呢 一切行门呢 以静心为要 我们所有的修行呢 要达到 目标就是心越来越清静 不失的 不失的功德很多 不要害怕不失财富 明天生活怎么办 所以佛教我们不失啊 我们总衡量衡量 自己有多余的才不失一点 还得除去一点呢 这都是放不下 做的不够彻底 换句话说啊 贪毒断不干净 只是去了一点点 余毒还在 如果根本没有除去 那就坏了 所以真正聪明人 真正有善根福德的人 定要把贪毒 连根拔除 我们俗话说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沉 所以要连根拔掉 对于世间功名富贵 明文立养 舍得干干净净 丝毫丝毫也不沾染 刚刚跟大家提到 观自在 菩萨 对于自己的心念 要敏锐 你的心念呢 跟绝症境相应 不会生烦恼 你会感觉自己的正能量 随着念头都在增长 观察呢 只要起了功名富贵 明文立养的心呢 就会有烦恼了 你就会觉得不自在了 明锐一点就会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 你越明锐你就会觉得 别自讨苦吃了 是吧 别跟自己过不去了 为什么清静自在不去过呢 这个《格言别录》里面有说 我有一言君祭取啊 这好像是白居玉先生说的 给我们世间人一句话 我有一言君祭取 世间自取苦人多啊 世间人都干什么 自讨苦吃 自找了 又有一句俗话说 人生解知足 烦恼一时除 这话有道理啊 知足常乐 我们现在的生活实在讲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我们跟非洲人一比 我们已经是幸福都不行了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攀比星啊 就很容易生烦恼了 这个攀比会造成无穷尽的烦恼 我们自己要关照到 我为什么烦恼 我攀比星起来 别跟自己过不去了 所以学佛是学自爱啊 爱自己的本性啊 生活所需啊 生到这个世界啊 就有一份福报 这个福报啊 是你与生俱来的 你命里啊 不该饿死 决定饿不死 命里该饿死的 给你一坐大金山呢 还是会饿死 是 理得心安啊 我们之所以烦恼很多啊 理不明 这一句 命里有时终须有啊 命里无时莫强求啊 能真正相信这个真相啊 那烦恼就去大半了 你看年轻人啊 想走家庭了 就为了找对象啊 烦恼太多了 甚至追求追的 每天啊 每天啊 耗很多时间精力啊 啊 产生很多烦恼啊 他能知道啊 命里有时终须有啊 这些烦恼就不存在了 该是你的跑都跑不掉啊 不是你的强求不来啊 人呢太强求了 搞得自己很累啊 其实这个年轻人真正明里啊 默向外求 应该提升自己的德行 德能福报 人生的因缘啊 都是感召来的 方以内聚啊 物以群分啊 所以你越提升了 那个感召的因缘越好 你现在这个水平 这么想不开的水平呢 会感召多好的 我看 比较困难 我不能说不可能 比较困难 诶 龙交龙 凤交凤 这个 这个是 都是感应的道理 好 那当然 前面 老老上讲的 还 还得 除叙一点呢 这都是放不下 这句话 这句话 是对自己讲的 但是你也要顾及到家里人的 心情 他可能你还没有认知到这个程度 那你也要顾及要让他们安心 人 众生无边思愿度 首先要 从哪里下手 跟你最轻的缘分 你度众生总有缘分的差异 是吧 你不能发的愿众生无边思愿度 马上冲到马路上 这一位众生我愿意度你 人家觉得你精神有问题 缘不成熟 人家不认识你 所以鲁家强调 齐家自活 这个赤地很有道理的 你连家里的人都不爱 你要去爱别人 世间的人一看你就很不认可 太没有责任了 那你还要度谁 所以你应该是齐家齐侯 做社会的榜样 人家来请教你 怎么齐家 现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能够安家人的心 你才能去安众生的心 那我们都考虑不到家里人的感受 你就安不了家人的心 你还能安众生的心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这个学佛最重要是放下贪 放下习气 不能换对象 比方说我们的习气就是很冲动 一听完脑脑脑 除去一点点都是放不下 这一句话听完 下的课拿着这个 现在好像也不需要银行本子了 现在都是直接 又连线电脑连线 这些词我不是很熟 就很冲动 一按全圈出去了 你们家里的人都跳起来了 是自己可以全部都不留 但是你得考虑家里生活需要 家人的心情 考虑要做到不能冲动 不能你一学佛了 冲动的事都造成家人的痛苦烦恼 我记得07年 当时候我们南京居美星叶总 他来参加课程 参加了他很感动 因为他的工厂很大 他想拿一部分来办传统文化学校 当时候 他就说了 我得先问问我爸爸 问问我太太 尊重他的父亲 尊重他的太太 我们学佛的不能一激动了 都没有尊重家里的人 都没有尊重家里的人 没有考虑家里的人 没有考虑家里的人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越为他们考虑 他们就感觉到 我太太学了佛不一样 他会感动你 他会慢慢的更支持你 感动不是要求出来的 是自己做的 让对方自然升起来的 那像成德 父母 他们说你不用给我钱了 那又没有成家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饱 当时候我们的布施 就确实要往师父指导的 这个方向来做了 钱都可以把它布施掉 你要这么去做 你才会感应好的因缘来的 这个是成德自己的 一点点心得 因为你假如这个布施还 做得有一点 这个为难 那佛菩萨很难派你去 服务大众了 所以假如说我们觉得 希望感召很好 为大众服务的因缘 怎么都感召不到 那可能我们这个布施 做得还很有限 布施做得很有限 到时候去服务大众 会跟众生计较 是吧 是吧 到时候还得佛菩萨伤脑筋来 给我们调停 拜他出去的跟众生吵起来 咋办啊 那佛菩萨有智慧不干这种事情 还得收拾残局佛菩萨不干 所以我们要去服务大众 佛菩萨会给我们一些考题 看我们有没有能舍己为人 先仁后己 我们看的师长接着说到了 我常常教人学佛 先把了凡事训念三百遍 为什么 相信因果报应 相信因果报应 我想没有人学佛啊 不知道因果报应这四个字的 可是相信的有多深啊 我们今天还会怨天尤人 还会埋怨任何一个人 不信因果 信得有限的 对啊 你真信因果啦 你不止不埋怨那个人啊 你欢喜了 为什么 还债了嘛 你今天欠人家两万块钱 然后拿去还他 还完之后心情怎么样 哎呀 这个心上的负担没有了 你会不会还人家两万块 心不甘情不愿 不会的啊 你欠人家的 无债一身轻嘛 所以真的学了佛之后啊 事事是好事啊 没有坏事啊 所以这个相不相信因果啊 自己要检查自己的心啊 命里有的决定有 丢都丢不掉 命里有一百万 今天这一百万 今天这一百万我不失了 明天他又来了 啊 来的时候啊 总会带一点利息 会多一点 啊 这个 师父说啊 他很有经验啊 啊 我二十六岁学佛 张家大师传说我这个方法 我就如法奉行 我不怀疑 现在来的福报 越来越大 动个念头 事情就能圆满 就能成就 大家看到这一句话 有没有起个念头 起了什么念头 有没有起一个 那是老和尚嘛 应该起什么念头 见人善即师起 众去远以见机啊 而且 佛菩萨呢 对每一个人的加持是平等的 大家相信吗 哎 不平等 那他就不是佛菩萨 佛菩萨是清净平等觉啊 所以我们 得到的加持啊 那看我们做几分呢 做一分得到一分加持 做彻底的做百分的 百分的加持 那老和尚是做彻底的 所以他的感应出胜了 而且得自在 财富自在 不需要的时候 口袋里也不用装钱 不然叮叮当当啊 还挺麻烦的 好 需要的时候 要多少 来多少 哇 这个自在了 老和尚啊 三种布施啊 都很自在 财富自在了 需要多少来多少 法布施呢 法布施呢 法布施的聪明智慧 老和尚 说法自在 啊 人家不问问题啊 哎 清静欢喜啊 人家一问什么问题 谁问谁答 这个说法自在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 老和尚 啊 在接种啊 人家问他问题 他老人家说 嗯 我想一下啊 我没遇过啊 啊 就像壮中 你扣小 他就小明 你扣大 他就大明 你不扣 他就不明 啊 啊 啊 第三呢 无微不失啊 健康长寿 老人家 本来是45岁的命啊 活到96岁了 啊 这个寿命啊 延长了一倍超过 啊 这个也是啊 无微不失 殊胜得的寿命啊 自在 啊 啊 所以啊 现在世间人常讲的 心想是沉了 啊 我的确心里一想 事情就沉了 啊 当然了 老上心里一想 都想什么 啊 这是为佛法为众生的事啊 啊 老上有讲过 有个出家的人 要一台冰箱啊 要了半天要不到 啊 后来老上问他 你几个人住啊 就是就我一个人 好 好 实实在在讲啊 原本我是没有福报 的 啊 我二十六岁啊 啊 啊 我二十六岁啊 开始学佛 照中国的算法 今年四十年了 啊 在这四十年中修的 跟了凡事训所讲的 是一样 啊 越修啊 越有信心 越有信心 越敢舍 啊 舍得干干净净 不在乎 不怕 啊 诸位一定要明理 啊 明理啊 就理得心安 道理明白啊 心就安 就敢做 我们心不安呢 就理不共鸣 啊 所以以理则情 啊 以理智啊 以这些经教呢 啊 调伏 啊 我们过去今生呢 所产生的 啊 一些啊 轮回的见解 啊 轮回心轮回业的这些见解 啊 啊 所以我们既然学佛了啊 啊 这个 佛是真于者 实于者 如于者 不狂于者 不义于者 好 我自己是感觉啊 学佛前 很多烦恼 忧愁 忧能使人老啊 好 那既然遇到这么殊胜的缘呢 那以前自己烦恼多啊 就是思想观念不对了 好 那现在 佛陀老上的 这些正知正见来教导自己 啊 掌握这个机会啊 啊 啊 所以把过去错误的想法看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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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它delete 啊 这个按键要自己按啊 别人按不了 别人帮不了 啊 然后每一次听经文法 每天 都不能间断啊 这个叫download进来 哇 你download进来了 你都用这些正知正见在思维啊 啊 那就理得心安了 不容易生烦恼 哦 我们已经文法了啊 啊 啊 要用这些法宝来思维了 啊 不要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 啊 不要再随顺自己烦恼袭击了 啊 不要好日子不过啊 啊 啊 神性因果了 那就是事事是好事啊 人人是好人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啊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